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乔治敦是马来西亚槟城州的首府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活力的目的地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这座城市已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拥有众多景点包括殖民时代的建筑 服务馆、街头艺术和美食体验 在本文中 我们将介绍槟城乔治城的一些热门景点和活动 参观士族码头 宗族码头是一系列木制码头 是华人宗族的家园 这些独特的社区建在水面上的高桥上 每个码头都已居住在那里的士族命名 您可以漫步码头 参观寺庙了解槟城华人宗族的历史和文化 探索街头艺术 乔治敦以其街头艺术而闻名 在城市的许多墙壁和建筑物上都能找到这种艺术 街头艺术反映了槟城充满活力的艺术场景 是探索城市街区的绝佳方式 您可以步行游览街头艺术 或自行探索 发现构成这一独特艺术景观的众多壁画 装置和雕塑 参观槟城博物馆和美术馆 博物馆和艺术馆坐落在一座 曾经是英国行政中心的历史建筑内 博物馆收藏了一系列展示 宾城历史和文化的文物 包括关于岛上早期定居者 传统工业和宗教的展品 美术馆以当代马来西亚艺术为特色 并定期举办展览和活动 漫步小印度 小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街区 是该是印度社区的所在地 街道两旁淋漓着出售色彩缤纷的布料 珠宝和香料的商店 空气中弥漫着印度美食的香气 您可以参观寺庙 观看街头表演 并品尝所提供的许多美味佳肴 参加烹饪班 槟城以其街头美食而闻名 参加烹饪课程是了解当地美食的绝佳方式 乔治城有许多烹饪课程 您可以在那里学习如何制作槟城乐沙 炒果条和椰浆饭等菜肴 您还可以参观当地市场 了解这些菜肴所用的食材 总之 槟城乔治敦是一座历史 文化和美食经验丰富的城市 无论您是有兴趣探索这座城市的街区 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 还是品尝它著名的街头美食 乔治敦都有很多值得一看合作的事情 那么 为什么不今天就计划您的下一次槟城之旅 体验这座独特城市所提供的一切呢